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弟兄姊妹 主内平安 我是卢雪森全道 感恩我们以阅读神的话 作为新一日的开始 愿意我们一同被神的话语提醒 得着力量和安慰 今天我们会来到以西结书第九章的信息 承接第八章 神向先知以西结揭示了犹太人领袖 在圣殿拜偶像的恶行之后 由这一章开始 神让以西结看到施行审判的异象 耶路撒冷正面对在审判之下的刑罚 以及有人幸免于难的描述 在第九章第一节至第三节的上半部分 是刑罚的准备 先知在异象里面见到神大声的发出命令 吩咐六位使者 惩罚耶路撒冷 要他们手持住 毁灭的武器 在这一段的描写里面 就好像显示着曾经发生过的事 就是十灾里面 埃及长子被屠杀的一幕 读者仿佛看到一出如月节的重演 而第七位的使者 他穿着细麻布衣服 好像一位祭司 同时腰间戴着阳国营的墨盒 好像一位的民事 以上的六个使者 以及第七位的使者 所配备的工具显然不同 当然任务也不一样 就在这个时候 神的荣耀升到圣殿入口的地方 表示祂的荣耀要离开了 这个也解释了 为什么在击杀的时候 神不再顾惜 不再怜悯的原因 因为神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 人可能以为神的荣耀 会永远留在圣殿里面 因此他们相信有圣殿的地方 必定不会被敌人所攻破 加上当时的假先知 不断安慰人民 他们这样说 平安的日子即将来到的了 因此 神透过先知 预先警告人民 假如他们继续犯罪 不悔改的话 神会离开圣殿 人民也将会面对 割破家亡的厄云 在第九章的第三节的下半部分 照第七节 是神的故事 和刑罚的描述 神将拯救的任务 先交给第七位使者 因为在击杀之前 这位使者要拯救 那些为耶路撒冷叹息 为罪忧伤的人 在他们额上 或上记号 就可以免受到击杀 这些人 他们是没有跟随当时的领袖 和群众拜偶像的 可见 在黑暗的世代 仍然有不向 罪恶不服的人 他们是被神顾念的一群 城里面虽然恶冠满盈 应该被神完全毁灭 但神 仍为跟从他的人预备了救赎 和执行拯救任务的使者相反 其余的人 就是指那六位的使者 逢命走遍传城 击杀武被画上记号的人 大家要记住 以上的描述只是一个异象 不是真实的事件 不过 异象所指向的 是将来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时的杀戮 在第九章的第八节 至到第十一节 契先知的代求和结果 当神的使者执行击杀的时候 以世杰 履行先知代求这一个的职能 他求神停止一切的杀戮 神用这一种的形式 去惩罚人 是不是没有理由的呢 事实上 神多次的欢容 却无令以色列人悔改 换来的 只是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得罪神 来到这个章节的尾声 是交代忠信子民 得到印记 他们确实是属神的子民 亲爱的弟兄姐妹 每一位被主所拯救的人 是属于主的 他必定爱我们到底 当我们在接受基督为救主的时候 都受了圣灵的印记作为属主的贫据 在生活上 有什么记号可以让别人看到我们是属主的人呢 经文提到受印记的人 围到城 里面有不公平 和各样罪行哀动 叹息 圆主加历 福兴教会为基督作见证 叫世人认识并且敬畏 那位满有良善 公义 赐给他的儿女有永生的主 让我们一起同心的徒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 因为你将我们从罪恶和死亡里面拯救出来 藉着你的爱子 在十字架上牺牲救赏我们 从此 十字架成为我们的记号 求主加历给我们 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踵你 奉主耶稣基督明求 阿们